大家好,我是小方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主人公名字叫阿杰 阿杰是一个来自重庆的90后小伙 是一个长相阳光帅气的大男孩 不过,阿杰的身高却不同于常人 居然有2米2 因此,阿杰就有了重庆第一高人和小阳明之称 但是如果能够选择 阿杰说自己绝对不会想要这种另类的身高 原来,阿杰的身高并不是正常发育的结果 而是疾病所导致的 阿杰在多年前换上了生长激素瘤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 阿杰不断地进行手术 几经生死的阿杰终于活了下来 却也是留下了不少后遗症 如今的阿杰左眼失眠、癫痫、药崩症 一天要服用5种药物 因此,生活中的阿杰始终需要家人照顾着 通过这几年的训练 阿杰的身体条件也进来好转 阿杰渴望有一天可以完全恢复健康 然后去孝顺父母,照顾家人 回到自己应该有的人生中 对此,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